两岸和平协议最近成为总统大选的焦点议题 而在台湾两大党攻防的同时 中国国台办今天也首度在记者会上表态 国台办发言人杨毅正面肯定 和平协议是两岸关系未来的必然发展 但是他同时也批评民进党想利用公投进行政治操作 走到马英九提出可以考虑用公投的方式 来决定未来要不要跟对岸洽签两岸和平协议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杨毅在陆美的询问下 首度做出回应 杨毅肯定的表示 和平协议是两岸关系发展的必然前景 对于两岸洽签和平协议 国台办持肯定态度 而总统府强调绝对不会为签而签 相较于对和平协议的肯定 针对民进党提出两岸政治协商必须交付公投的公投法修正案 杨毅肯定是一件不断创造条件将来水到渠成的事情 不应该允许任何势力借机进行政治炒作 捞取政治利益 民进党强烈质疑马总统日前也提出公投 现在中国反对公投是不是也会跟着改变立场 虽民进党所提的公投法修正案在立法院遭到封杀 但也挑起两岸关系的敏感玄金 记者综合报导 由来自宝建议公投 谢谢大家